这两天家里又要忙着种菜子了 老妈老妈天蒙蒙亮 随便吃了一点昨天剩的菜 然后就出去干活去了 因为田离家里实在太远了 他们中午不打算回来制饭了 我们随便烧点饭 等会给他们带过去 顺便把晚上的烧出来 等会中午我们出去 把活干干到天黑了 回来就不用烧火了 波哥好像就只喜欢吃这种同好菜 每年都是吃在家里的菜籽油 但是还没种过菜籽 刚好今年碰上这个时候了 等会送午饭 在那里好好学一学 能摘一点是一点 多摘一颗 把我妈妈就少摘一颗 上次腌了这个萝卜菜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炒的来试一下看 下饭这碗页 今天晚上吃揉 现在就得准备好 不然等晚上回来 烧这个可来不及 要先炖着是吧 要炖起来 晚上就可以直接下菜吃了 我上次烧火锅的时候放香叶 这样子杨同学下菜吃的时候 所有菜没洗干净 一点收获尝试都没得 现在就炖上 晚上回来 一热还可以下菜吃 老爸还能喝点小酒 把这个萝卜菜炒一炒 中午就简单的炒个蛋炒饭 带过去 晚上回来再来吃火锅 啃骨头 好 给他摩着菜 先一个腌的那个萝卜 炒好多饭 爸爸妈妈就准备吃那个面包的 干活吃面包 哪有银 买的 就吃那个蛮好 干净柴 包括干净柴气 没有颜色的 不是的 我放点辣椒粉就有颜色些的 就好看一些 会稍微香 那不好 啥铁 其实我也是瞎弄 反正不要咸了就好了 嗯 好 宅宅这个产量高一些 宅宅这个我感觉它 这个蛋糕的抽鲜 接出来的油脂好像也好变样的 脱一下 小小 嗯 今天这个工程量蛮大的 搞的那么久了 以后才搞的这么一点 哈哈 我这个虾糖全部都要种上这个菜子 弟弟皆辛苦 这地有好难吃上的 这是一根一根的摘下去的 是的 我是不是很不熟悉的样子 我第一次摘 是大象的 要继续奔跑 你又不想 像是狗的吗 我知道 像是狗的梦 我吃不了 不要哭 让眼光重 带着你逃跑 像是大海 要去的一头 对着的 你又不熟悉的 美好 我又不熟悉的 美好 波哥 下次炒这还嘎不嘎的 你们都有 啊 咱们的 咱们的 这种起来容易啊 我死你嘎炒 又不好吃 我放的油也不多 还不多 那辣椒炒了 都被油闻到了 支持不下去 下次给我结缘一点 这难得种一下 可真的好难种 已经种到有这么多了 这边新鲜的 就是香香和妈妈 打下来的江上